哈喽大家好,我是花板科兰花花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给茉莉花补酸 相信很多花友都知道茉莉是南方的花卉 它跟稚子啊,米兰啊,桂花啊,茶花 这些花一样都是喜欢酸性的土壤 但是呢,北方的花友啊 它的水土盐碱是非常非常重的啊 一般来说呢,很多茉莉到了北方之后啊 如果你不给补酸的话 就会慢慢的出现缺酸性的黄叶落叶 非常难看啊,到最后可能不开花 最后呢,可能还会死光 那怎么给茉莉花补酸呢 这里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肥叫硫酸亚铁 它是专门补酸的,补铁的一个药物 那硫酸亚铁怎么用呢 其实可以买一瓶啊 然后呢,兑一克勺,兑两千倍的清水 去浇灌它的盆土 基本呢,你半个月用一次就可以了 当然呢,如果你配合用着柠檬酸 那效果会更好 柠檬酸呢,它是一个常见的除垢剂 你可以啊,平时在给茉莉浇水的时候 给它晒水的时候啊,往水里加一点点柠檬酸 这样让水呢,偏酸一些 对茉莉的生长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呢,如果是柠檬酸和硫酸亚铁配合使用啊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茉莉不会出现那种叶肉发黄 叶脉发绿的那种缺铁性的黄叶 而且呢,补充了酸性之后呢 茉莉会叶片长得更加茂盛 开花呀,更容易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大家在平时养茉莉的时候啊 多给它用一些比较偏酸性的肥料 有机肥多一些 这样呢,它也比如说有机肥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哦的果皮水啊 还有腐熟的糖米水啊 还有这个果皮水啊 还有这个繁肥水啊 豆渣水啊 这样都可以给它用 但是一定要腐熟之后再用 这样呢,有机的肥料啊 偏酸性就不会造成土壤盐碱 不会造成茉莉缺酸性的 缺铁性的发黄 好了,关于如何给茉莉补酸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